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1星期一 股市開始暴入11月份的下旬 由於在月初到月中 整個市已經累積不少升幅 所以直到現在這一刻 股市仍然處於技術上的急升後調整之中 問題是上星期三大家記得 當日指數最高見過18,414點 但收市是倒跌的 即是當日已經是單日轉向 這點是其一 其二是當日的成交金額是1732億 到上星期四成交金額縮減至1525億 到星期五更加減少至1395億 到今日成交金額直至至3.15左右 都只有900多億 明顯看到整個大市的動力不斷減少 在這樣的環境氣候下 市進入了一個技術上的急升後調整 其實亦是預計之中 問題是整個市大家看看 由14597是10月31日的低位 升到上去11月16日的高位18414 13個交易天升了3817點 而且升勢說了很多次 直至差不多是90度上升 一旦有成交加壓縮勢 事必一定有反覆 一定有回途 因為去到高台上 你要不斷推進 唯一要的就是成交金額 要資金不斷推進 一缺少了這一刻 低價買的那些會離開 高追了那些輸一點會離開 早前坐貨下來的那些 看到市場升上18000多 會減倉的 輸一點也會減 所以形成了高台的反覆 是真的很難避免 再看看今天的市場 早市恒指先低開338點 至17654點 這亦是今天的高位 其後很快一輪的反覆 曾經低見17389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這一刻跌了603點 幸好是低位沽盤開始收斂 指數也慢慢走上17500至17600 正在阻止水平 但有兩點大家要留意 第一 指數今早最低見的17389點 這一分鐘 是輕輕跌穿到10天平均移動線 不過你可以當作假跌穿 因為最重要 以收市那刻指數 能夠穩守17422點 流上就沒有跌穿10天線 技術上是這麼看的 第二就是 記得上星期一的股市急升 遺漏了上升裂口 其實經過今天的稍微回補 已經補回一大部分 但還有一小部分 那小部分就不需要戒壞 只有21點 問題就是前星期五的急升 一樣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是介乎16138點 到16829點 691點的上升裂口 放在這裏 直到現在這分鐘的懸空等補 繼續上來講 只要指數以收市那刻 不跌穿10天線的話 理論上 上升裂口就不會被補 問題就是 大家要計算 市升了3817點 從14597點到18414點 回調三分之一的 將會見到17142點左右 即是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不僅10天線會稍微失手 而且50天線的防守性都會受到考驗 所以現在暫時來說 我們要看著兩項 第一 指數能不能夠繼續穩守10天線流上 這是很關鍵 第二 成交金額如果仍然是千億或者在阻礙 任何的部署 任何的短鈔 大家真的不要急不要用 人人手比較好點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1星期一 故事在進一步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回調 當然從上個星期三開始 故事已經是一點一點的 不斷的反復的 要是大家留意的 上個星期三當天的成交 已經減少到1732億 到星期四進一步減少到1525億 到星期五再減少到1395億 等於說 股市的動力不斷的減少 出現這個情況 也顯示整個反彈 基本上可能已經是 見了一個頂的了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了 我們再看看今天的示範 早點恆振指數先低開338 到17654 在估壓不斷出現之下 指數曾經一度跌到17389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節分中股市是回調了603點 而且有一點更重要 就是在節分中指數是 輕輕的跌下了10天平均移動線 10天線現在大概在17422點 還好 股盤慢慢的減少 而且買盤也開始出現 結果股市就開始有一點反彈 而大部分時間 指數都在17500到17600點之間 從走勢方面來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指數還是沒有跌圈10 而是跟50天線 只是今早的 大幅度的回調 曾經一度是跌圈10天線 要是說在收視的那一分鐘 指數還沒有跌圈10天線的話 等於說整個反彈 雖然說是已經是出現一個明顯的回調 可是走勢方面 暫時還是不算太差 可是我們要想一想 股市從10月31號的低位 14597點開始的反彈 到10月16號的高位 18414點 13個交易天 股市累積的升幅有3817點 再看一看 這個上升的部分真的是比較快 而且出現一個回調 基本是很正常的 好了 經過了3817點的上升之後 要是股市需要回調 這個升幅的三分之一的話 等於說指數最終還是會回市 下市17150點左右 等於說不當時間線會失手 年代50天線也可能會受到考驗 那這樣子看起來 為了這幾天我們就要看看 成交方面 買盤方面到底能不能夠改善 就是今天的成交相對來說還是進一步減少 股市在18000點左右水平沒有足夠的動力 基本上是很難推進的 問題就是這個反彈 經過了3817點的上升之後 出現回調出現消化基本是很正常的 只是很多市場人是覺得 既然今年最低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等於說就算是短期之內 有一點點反復 問題應該不大的 這個我是同意的 因為今年股市是從2月10號的高位 25,050點 一直跌到10月31號的低位 14,597點 等於說今年恒生指數類似的跌幅有10,453點 絕對不算少的了 所以後一個階段 不管是怎麼樣反復 基本上只要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黑天鵝事情發生的話 我想指數應該不會跌圈 14,597點 那簡直說起來 短期之內就算是有一點點反復 問題應該還是不算太多的 基本上最重要還是能夠一直穩守在 50天線以上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唯了 heures 誰 早 唯一 已经 sinks 感谢观看